我們先來好好的教怎麼樣把這個網頁的UI做大幅度的改變 我們上一節課已經教過一些控制的元件了對不對 控制的元件基本上已經是非常完整 那我們現在的重點是我們希望 你不要再只會用那個醜醜的介面 那個醜醜的介面是不是左上角有個標題 然後左邊有控制bar 右邊有output 對吧 那我們現在希望要多做一些改變 把我們的網頁的排版弄得更好一點 這邊有很多這些範例 這個東西我現在列出來 但是我不建議大家看 一樣先下載介面參數範例 下載完了以後 你大概會看到這樣的一個UI example 這樣的一個檔案 裡面有UI有R 甚至還有一些奇怪的檔案 那我們先不要管它 我們先一樣啊 這個打開UI跟R之後 你看我們的server端 這個範例非常特別 它的server端是空的 對不對 因為我今天是要demo我們的UI 我沒有這個UI裡面沒有跟server端互動的控制元件 就是沒有東西給它input的參數啦 好 我們現在先打開來 先看個大概 好 你仔細看一下這個網頁 我們先看它的主板面 主板面是never page 這個版面我們曾經有看過嘛 對不對 那個我們的example裡面 曾經有這個版面 對吧 好 那這個版面它的特色是什麼 有分頁 對不對 有分頁 那這個這個分頁 是不是就是你如果說想你的 就是東西比較複雜 主要說 可能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或者是 你可能想要展示不同的東西 你是不是就可以用這個版面的分頁去做處理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網頁的構型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注意一下第一個分頁 第一個分頁的左手邊 是不是又有一個分頁 分頁裡面可以放分頁喔 這樣懂我意思吧 甚至還可以再放下一個分頁 等一下這些語法在哪裡 我們等一下去找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呃 我們先看一下就是這個主頁面 就是never page 然後這邊三個分頁 它分別是什麼樣的結構 好 我們來看這裡 來 never page 這個括號它對應到的是下面這個括號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這個 你想要用這個never page的話 跟那個 這個 page with sidebar 那個是差不多的 你就在這裡 你就在這裡把它弄起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接著這裡有tap panel tap panel 1 這一組 這個tap panel 它這樣是一組的喔 這樣都在描寫第一個分頁 這邊都在描寫第二個分頁 你看這個名字是不是第二個分頁的名字 對吧 到這裡 從這裡 到這裡 就是描寫第二個分頁 從這裡到這裡 就在描寫第三個分頁 好 注意一件事情喔 就是 呃 你如果要用不同的分頁 你可以用這個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 就是鬥點去增加 好 我這邊舉個例子啊 主要說我們可以增加鬥點 tap panel 然後我們這邊寫test 那這個tap panel裡面啊 我們要放什麼東西咧 我們可以放我們的這個 我們可以放我們的 呃 主要說 呃 我還沒有教大家這是什麼意思啊 但是我們先教大家p 哈囉 p的意思就是這個就是 呃 就是打一串文字的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先暫停然後重開 你看到這邊是不是加了一個test分頁 所以你要加分頁你應該自己會加囉 你點進來這邊是不是 哈囉 這樣可以 這樣夠簡單了吧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所以主結構你已經了解了嘛對不對 接著我們看第一個分頁的次結構 第一個分頁的次結構 一定是先把階層寫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 第一個分頁的次結構 他tap panel在這裡以後 他說我先加一個 Nav List Panel 這個Nav List Panel裡面啊 一樣 又有三個 第一個 這個 這一個是他的名字 這個這個名字 這樣可以齁 第一個先寫他的名字 接下來 tap panel first tap panel second tap panel third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tap panel 是一個連結在某一個語法下面的一個紙分頁 如果你直接在Nav Bar Page下 下tap panel 你得到的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 如果你是在 Nav List Panel下面下tap panel 他出來就是這個 好 我們來看 third 這裡 如果你在 third 這裡 你在tap set panel下面下tap panel 你得到的就是這樣子 不太一樣喔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注意 我們現在要看什麼 來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first panel了 對不對 這first panel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總共只有六行字 這六行字 說 this is h1 heading 你如果仔細看 h1 this is h1 heading 所以這個h1到h6是什麼意思 字的大小不一樣 其實這個h的意思就是heading 這樣懂我意思吧 不過我不建議大家記這麼多有的沒的東西啦 反正常用就那幾種 你可以到時候再來這邊找靈感 這樣懂嗎 好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自左 自中 自右 自左 自中 自右 如果沒有下指令的話 align就是left 那有下指令的話 你可以align center align這個right 你就可以得到自左 自中 自右的這個效果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那接著 所以第一個panel我們應該可以了解了吧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二個panel 第二個panel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p list text is standard form 欸我剛剛已經示範過p是什麼東西了對不對 我們來看 list text is standard form 這個是標準的文字格式 欸來 hello list text is board 這個出體嘛對不對 前面有出體後面沒有出體 我們來看怎麼做的 先p hello 欸注意喔這一串就是hello豆點就是 正常的格式對不對 我們可以在p裡面直接豆點 strong list text is board 所以你就看到strong了對吧 strong就是出體 你可以在文字裡面 你可以把文字用豆點把它分隔開 豆點分隔開了以後 裡面你想要strong的部分把它strong起來 接著 來 這是邪體 就是出邪體對吧 來 邪體 em 出邪體 strong加em 這個可以理解吧 em就是邪體 欸怎麼了 沒有沒有順序的問題 你可以你可以先strong再 你可以先em再strong也可以 它是一個累加的過程啊 這個 好看到了嗎還是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啊 欸這個問題非常好啊 就是你去試著已經了解他的邏輯了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這個 這個第三個分頁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個分頁我們已經確定它這邊有兩個subpage了嘛對不對 它是用 tap set panel然後再加tap panel去組合的 然後這裡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第一個panel 來這裡是不是非常特別你看 嘿 bluetext 甚至還有框啊 我們來看怎麼做的 嘿 border 欸這邊是不是很複雜啊 這邊看不懂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好我要跟大家講 你如果覺得 你如果是你可以上網去google html text 好 舉例來說你來看一下color好了 呃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html文字 我們隨便來看這裡 呃然後 呃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 舉例來說 它這 你很容易就可以上網查到類似這樣的文件 它是說這一串 輸出出來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一串 hml語法 如果你前面學爬蟲你學的還可以的話 你就知道它是用標籤把它 牽住的對不對 所以 span後面其實可以加一些style的一些描述 span後面可以加一些style的描述 那我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style style example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呃這邊style只有font是不是 這個沒有style標籤我來找一下 好我們就用剛剛那個好了啦 就是我們就用剛剛那個就是剛剛那一串 好大家大家現在來看一下 其實你就可以在style這邊下一些指令 來 你這個bonder的意思是bonder 那個這邊就是這邊完全是看你這個 你可以上網去找一段一段你喜歡的字的格式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他style後面加什麼 然後你可以把它加到這裡來 我們這邊如果 這邊有個bonder bonder就是邊界的意思 邊界他是兩個pixel 紅色solid holysolid就是粗嘛 所以你看 紅色兩個粗邊界 這樣可以吧 然後接著 colorblue代表的是 這一串字是blu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啦接著 font size 160% 160%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我們這邊改成 你這邊很容易可以改成80 然後blue改成 green好了 這個 太不明顯了這個這個有green的感覺嗎 有啦真的是green啦好不好 只是太不明顯了 ok 好所以這個 你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上網自己去找你喜歡什麼樣的style 這個沒有什麼限制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接著 hello你看這邊又有個style color red funt family 這個 所以你可以改 這個是不同的字體 這個字體跟這個字體不太一樣哦 如果仔細拉大看的話 他們的字體是不是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改字體 改你喜歡的字體 這樣懂我意思嗎 在你的網站上面改你喜歡的字體 好最下面那個就比較 最下面那個就比較沒有變化啦 就color green這樣子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 我們來看subpage2 哇這邊還有可以上標下標 首頁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在做什麼來 你如果嫌p還不夠這個 就是還不夠厲害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個這個 text html 你可以直接貼下 html的語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哦 你可以先paste1的mc 然後平方平方上標是 text裡面的sup這個標籤 這樣就可以得到上標 那h2sup就是下標 好然後 你可以直接貼一串html的語法 這一串其實是一個html語法 你可以在哪裡找咧 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隨便找個網頁 國防音學院好了 我先給你看這個的功能好了 你看這個首頁 它是不是一個超連結 點下去之後 是不是到了國防音學院首頁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國防音學院首頁哦 為什麼這裡初次導覽 好我們現在來 建立檢視網頁人師嘛 欸我們不要用檢視網頁人師 我們建議大家可以按F12 F12按完之後 你會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啊 你可以用手 在這邊點一下 舉例來說 呃我們現在點一個 呃 好舉例來說客座教授演講這裡好了 好你點下去之後 你發現它這邊是不是有一串 有一串 有一串字對不對 對不對 請你從這裡 點兩下 為什麼 為什麼不給我編輯 Copy 好我直接Copy了 不管了 Copy HTML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是不是Copy到了 好因為這邊有雙引號 所以你注意一下 你先把這邊改單引號 然後你這樣貼上來之後 這邊是不是有一串我的 這邊是不是有一串我剛貼那個語法 RUN 客座教授演講 點進去 ㄟ ㄟ 什麼都沒有 好的 這 應該是國防醫學院本來點進去就什麼都沒有啦 可能他們沒有好好維護啦 我們來看一下 客座教授演講在哪裡 哪裡有客座教授演講 好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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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爛得著了那個 好現在這樣大家懂意思了吧 就是 你其實你自己上網找你喜歡的網站 你可以去把他們關鍵的一些元素把它貼過來 這樣懂我意思吼 好那 我們接著再來看第二個Page 這個第二個Page 我們來看它是什麼 第二個Page很特別啊 這邊是不是有一些字 對不對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Page 第二個Page其實非常簡單哦 include 首先我們先看到它切割成了 三份 對不對 這是怎麼做的呢 這是用Full Row這個做的 這個 我看尚捷克的example裡面有 然後我看很多人不小心貼了 它其實是分割的那個語法 Full Row分割完了以後 你要把它全部框起來 然後用 裡面它跟Type Set Panel和Type Panel的那個 那個邏輯是一樣的 這個是主函數 主函數下去之後你可以切割Column 然後我跟大家講這個Full Row 它所切割一定是 它的那個網頁一定是被切割成12等份 所以你可以說這個12等份裡面是444 或者你喜歡2 23 23就是7嘛對不對 237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237這樣看到了 好 那如果 主要說你 你這個 你超過12了 主要說 如果你不到12啦 主要說33 334 不到12是可以允許的哦 不到12的話 你看起來的感覺就會像這樣 它這邊還有一些空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超過12咧 主要說337 這樣超過12了嘛對不對 超過12它就會到下面 因為這邊放不下了 它就會往下丟 這樣可以接受 好 好 那 接著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就是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應該有注意到 它的 我切割成3份之後 它這裡就只有 include text include HTML include markdown 總共只有這三個 然後這邊有 三個file 這三個file分別在這裡 我們來看這三個file include text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純文字檔案 你一定可以產生 那這個include的MD咧 這個東西你不太會寫沒有關係啦 你到時候再改一改就好了 其實大概我想你們大概用到機會不高 好 include HTML 這是一串HTML的語法 好 我等一下再教大家怎麼用HTML語法 這個變化性都大囉 但是你知道說這個就是一個TXT檔 這個我們先不管好不好 然後這裡 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秀出來的是純文字 就直接裡面的文字的話 你就是include text就可以了 如果你需要一個框框把它框起來的話 你可以先 你可以前面加個pre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樣有什麼好處咧 就是你的語法不用改 你如果只是想要改內容 就來說你其實是想要改 你其實是想要做一個 這個 就是 就是 最新消息 那你最新消息 有時候你會想要更新嘛對不對 那 你只要改這個就好了 你不用改前面的 前面的語法是不用動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 include HTML比較有趣啦 就這裡有一個 HTML 這邊有一個HTML語法嘛對不對 我們來 我先跟大家講 HTML語法是什麼東西 舉例來說我們現在到 舉例來說到我的網站好了 好這是我的網站對吧 你如果喜歡我的網站 你可以做一件事 右鍵另存新檔 好你會發現 在這裡我 我這邊就叫test好了 你如果我們存在桌面 你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 HTML的檔案哦 這其實是個HTML檔案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好等一下 這裡是不是一個HTML檔案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現在把 我現在把他拿上來哦 我upload 然後 剛剛那個 test桌面嘛 好然後我 我把 我現在把剛剛的這個 我把它改 我把它改 test 好你看到了嗎 這裡是不是就是我的 我的那個HTML檔案 可是 你說怎麼 怎麼變得 怎麼變得只有文字啊 好因為 因為 因為你如果說 因為這邊有一些 有一些影像 你是沒有的嘛 對不對 他背後 如果你仔細看他的HTML檔案的話 簡視網頁員師嘛 他這裡其實是接到某一張 假如說接到某一個圖 接到某一個什麼這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那些 花花綠綠的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容易弄下來 可是如果是 假如說Publication 這個單純的HTML 這個白白的 這個就會 這個就會複製的很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去 你可以直接 有了這個方便的東西以後 你可以直接去幹別人的網頁 這樣聽得懂 然後把它放到自己這裡來 然後再做一些小修正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很方便 好所以說 這個 呃現在的這兩個 部分你應該 現在的前兩個分頁 你應該都可以了解了 我們在做什麼 對不對 好接著我們看第三個分頁 第三個分頁 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有什麼功能啊 好首先 這裡浮出了一個東西對不對 然後這裡有控制吧 當然server端沒有那個 server端我沒有去設計它的反應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就單純的只是控制吧 然後這裡有一個 This is my homepage 這是一個超連結對吧 然後這是一個圖像 然後下面 這好像是我的網頁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它是怎麼做的 來 首先 我們先給了一個 這個 absolute panel 這是一個 這就是那個浮出來的東西 那浮出來的東西有一些參數啊 你說top 60 top 60是指說這邊離這裡 60個 60個pixel left auto right 20 所以離右手邊 是20個pixel 那你一定 你不能 你不能指定這裡又指定這裡啦 沒有辦法這樣可以 好然後 來這裡 你的這個 寬度是300個pixel 高度是500個pixel 寬度300 高度500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然後 裡面 你這邊有些class 這前面都是 這些前面都是它 absolute panel的一個參數 就是你浮起來那個東西 它的參數 下面你看它可以放 dat range input 跟slider input 這個我們已經會了 我就不不不展示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接著來看我們如果要加超連結的字要怎麼加 text裡面的A 然後 先給超連結 先給超連結再說 this is my homepage 好 所以你點了以後 你就可以點到我的 這個是我的那個 期刊發表的網頁 好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接著 來看著哦 這裡 text image 你可以把你的 image 網頁上你的 image的路徑 把它放在這裡 它就可以直接秀出 然後高度寬度 這個 image的路徑 哎 這就是一個R的一個路徑 你可以先把它放到網站上 很多那種網站可以放圖片 什麼 image R 之類的這個網站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把它放上去之後再箱進來 好 接著 iframe iframe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哦 iframe是直接 你 你可以直接把一個你喜歡的網站 箱在你的這個 網站裡面 這個iframe啊 iframe很常用哦 主要說大家應該平常會看youtube吧 對不對 那這個youtube 這個youtube 主要說你隨便點一個這個 你隨便點一個 然後你這邊分享 來 你不要按這個哦 你說 來 我 他的HTML 是 我來看一下 哎 他的HTML標籤在哪裡 哦 潛入 對對對 潛入 對對對 欸 來看 你看到他是iframe的 對吧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你 所以iframe iframe是 你可以iframe就這一串就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然後你看 我現在可以把這件iframe換掉 好然後這裡height wait這個 這height wait這個隨便你怎麼改都可以 好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好你看這裡是不是變成剛剛那個 剛剛我那個 好好好這樣可以了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我把他還原回去 好 所以 現在 你對這些ui的這個操作 你應該已經算熟悉了啦 這樣可以哦 那 呃 你不用記起來所有的參數 反正你要用的時候 你再去用 找他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練習一啦 練習一我們要做什麼咧 我們以桑杰克的練習三為基礎 好 所以 請你直接去貼桑杰克練習三的語法 這樣可以 練習三答案的語法 那 你要做出一些改變 我們先看一下桑杰克的練習三長什麼樣子 你先貼啊 三文學科練習三 你先貼啊 好 你貼完之後 你看一下哦 你按RUN 好 這是我們上捷克的結果 好 現在我覺得 很討厭啊 呃 這裡 我希望 本來是 只有 現在只有一個頁面嘛 對不對 我希望有兩個分頁 就是 Page 1 Page 2 那 Page 2 我希望 Page 1是主要運算的區域 那 Page 2 你可以加上 軟體開發者的資訊 你至少也要把自己的名字寫上去吧 這樣動我意思吧 那第二個是 你可以 你可以這個在第一個分頁裡面 讓用戶選擇是否要使用範例data 這個是桑杰克的延續啊 你看現在 這邊是不是 你一定要先下載一個data才有辦法browse上去 你可以先問他 你要用example data還是要上傳自己的data 那example data的話 你就可以準備本來那份data給他 如果他選了example data 那這邊就可以直接運算了 如果他選擇要upload的你才給他這個 這個這個東西 然後讓他上傳自己的檔案 好 那 就是 練習用檔案在這裡 好 那 我們給大家就是 我們給大家試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你 好 那個 我剛看就是有些人有做出開發者的那個描述啦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關鍵啦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可能 來 注意一下哦 就是 我先隨便改啦 我沒有 我沒有照著那個答案改好不好 那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呃 這個 這個錯就是 這個 這個 邏輯是要很通順的 就是我們現在要加subpage 那個subpage 那subpage一定是用tappanel這個函數沒有問題 可是你總是要選你到底是要用 哪一個 你是要用Navlistpanel 還是用tappanel 都可以 但你必須要用選一個 如果說你是用的是 如果你是Nav8page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用 然後他就加在上面 但是你可能不是用這個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用 我們現在就用這個好了啦 我們就用這個 好的 那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哦 就是 就是 你可以這麼做 就是 就是 patch with sidebar 這件事 這裡啊 這裡 這三個結構是固定的 你不能去動它 如果你想要用這個改的話 那你就只能夠在這裡改啦 假如說 呃 我們就 我們就在這裡改好了 好 然後 first 然後p test 好 然後再一個tappanel second t t taste2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的樣子哦 大家注意 我們每一次要加東西進來 他一定是要一整個元件 這樣比較好加 這樣比較不會出錯 我們現在按run 好你現在看到了吧 是不是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這一個 我想要的這個東西 有兩個subpage嘛對不對 然後 這個東西被我放在下面了 因為 他沒有進入這裡面對不對 好 那我們接著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兩個東西 把它貼到first裡面 好這樣子這裡是不是就有這個了 那second的是不是就是可以放我的開發者資訊 好那看 放開發者資訊就很簡單啦 你這邊可以寫這個 這個 林青 打個中文怎麼那麼難 好點點點 這個 這個我就不打字了好不好 這個 這個大家可以了解 你也可以 iframe啊 也可以幹嘛幹嘛的 這樣 這樣就很自由了 好 第二個 關鍵是 我需要 讓 人家選擇 要不要用example data 對不對 你鐵定是要先加一個radio button嘛對不對 radio button 我們用這邊來 example example do you want to use example 好 yes 好 yes 就是y no 就是n 好 做一件事情喔 我 我們寫 寫這個東西都一步一步來 就是你這樣寫完之後 你就先按run 好 這邊是不是加出來了 我們還沒有把它綁進去喔 這樣可以 好 接著來 你需要conditional panel對不對 conditional panel condition是 input 點 example 等於等於 y y 等於等於n的時候才要啦 等於等於y 就 等下我們在server端再寫就好了嘛對不對 等於等於n的時候 我們才要這個file input要放在這裡 然後這邊do點 這個do點刪掉 好我們再按一次run 你看如果是yes的話就不用就沒有動了嘛對不對 no的話 no的話它才會出現這個 這樣可以齁 好那接著我們只需要在我們的server端 好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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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 裡面的example 等於等於y data data data就等於 這邊可以else嘛 else我在做這件事情 data iris 好你看是不是這裡是不是可以選了 好是不是這樣這樣是不是可以了解 是不是 是不是完整就出來了 然後這裡 second 欸這裡 second就是我的那個名字嘛對不對 你這裡 你如果不喜歡 你如果不喜歡這個 這個 呃就是 這個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它改成 這個 tapset panel 然後這個刪掉 這樣你可以直接改這個樣子哦 我們來直接看 你看它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我想 大家應該可以就是 呃就是 反正大家應該可以了解 就是實際上你要怎麼去變化你的UI啦 有些人學習就是 比較掌握 有些人可能還要再練習一下 不過沒有關係啦 就是反正 這個之後我們要交作業的時候大家再來看嘛 好 那我們現在來再教大家一個 這個output的種類 就是 我們剛剛教的是UI 我們現在要教大家 這些output的元件 這邊有什麼元件呢 第一個plot output 這個我們已經學過了 它跟randomplot是綁在一起的對不對 然後 它是輸出圖片 table output的沒看 好像有看過 這個 好像有看過 就是輸出一個table 就是那個 我們 之前的範例就是一個data上傳上去之後 你可以看它前幾列 這個我們看過了 txt output 這個或許有或許沒有 沒關係 這個有看過了 ui output 它跟randomui 綁在一起的 它是輸出 ctrl bar 這個 應該已經看過了 data table 這個很厲害喔 這個data table 跟html 這兩個非常厲害 我們等一下要教這兩個 好 一樣我們先 先複製貼上我們的ui跟server 直接複製 然後貼上 好 再貼上 好 一樣我們先按run 按run之後啊 你看到這個 你看到什麼了 來 這個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這邊是不是有五個panel 這個大概沒什麼問題對不對 好 來 第一個 這一個 是不是一個資料表 這是那個 哎呀 那個 那個什麼 花 花的那個資料表啦 好我們來看喔 你點下去之後 你發生什麼事 你使用 你點了什麼之後 下面居然出現 你點的數字 我們如果到第四頁 你再點 你看是不是點到35 你點到第幾個RAW 你居然可以知道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data table 的output 它點完之後 它又可以把這個information 丟回server 然後你可以print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這裡是 你只能最多選一個 你最多只能選一個 這樣可以吧 然後可能大概就參數會不一樣 接著filter這裡 哎呦 你甚至可以下降了 你甚至可以做這種事情 那你選完之後 你 你選到57就是57 你可以 篩選之後再選擇 這裡一樣喔 這裡可以選 我可以只選某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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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看我只選出14筆資料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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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壞了 不管了 哎 你可以看 我甚至可以給每一個RAW 有不同的 你看出體啊 每個column啊 不同的出體啊 或者是 筆色啊 或者甚至這些 有的沒的變化 這個bar 這個bar是這個就是 呃就是 如果你數字越大的話 他就 填到滿 數字越 數字小的話 他就是沒有 這樣可以 好這個 非常自由對不對 非常酷的一個東西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到底是怎麼完成的啊 我們先看UI端 UI非常的簡單啊 你看 基本上就是一個 Nav8 Page 然後5個Panel 5個Panel有什麼呢 DT 注意要有個新套件 DT喔 DT裡面的Data Table Output EX1 EX2 EX3 EX3 EX5 所以全部都是 Output 對吧 所以等一下裡面應該有個 跟Data Output 相對的RandomXXX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這邊有一個 這個東西 Out1 這個Out1 應該就是把EX1裡面的東西 把它Print出來而已 好我們來看 Server端 EX1很簡單 DT裡面Random Data Table 直接把Data Print出去 這就是Basic 這個Data是IRS這個資料集 好然後 Out1 等於 EX1 底線Rawes 底線Select 你這裡如果叫EX1 你想要EX1的 你就這樣寫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 你想要EX2的咧 你就把這邊改掉 它後面的格式是一樣的 那所以說 你選 使用者選擇到了哪幾個raw 是用這種方式去選擇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接著 這邊如果下個selection等於single 那這個就是說你只能選一個raw 如果filter等於top的話 你就可以在上面多了一個這個 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 然後來這裡 這裡我們先不管啦 這裡是一個 現在已經被刪掉的功能了 這個我們不要管 好這裡你看Data Table Random Table 你Data Table進來變Redout以後 你可以下好幾好多指令 去指定每一個column的format format style result這個table裡面的 這個 這個花二的這個長度 你可以說他的form weight 如果是5 5以上就是board 5以下就是normal 這個很特別啊 來再來 對第二個column的話 你可以設定一個區間這個 3.4跟3.8 小於3.4 white 3.4到3.8 blue 大於3.8 red 然後 background color 3.4以下是gray 3.4以上是yellow 所以你就可以產生 這樣的一個 複雜的組合 接著 format style 第三個邊 background color 他是一個 這個 這個 他的這個 color bar color bar 這邊是interval 這邊是color bar color bar就是我們 我們的這個東西 好 然後 呃 100到90% 100%的意思是這個長度是100 這個長度是90 你不要把這個格子填滿 這樣懂我意思哦 好 然後 這個no repeat 然後 就他就會自己看這個 這個column 數字最大就給他最最最大的值 數字最小就給他最 完全沒有的格 那個bar完全沒有 這樣懂我意思嗎 接著再來 最後一個 來 你看 rotate xyz 所以你看 會出現這樣奇怪的一個 就是 這個格式 好 然後 呃 三個 三個 那個 這個 三個那個就是 呃 如果 三個 因為這個是類別變相嘛 對不對 這三個分別是 light blue light green light pink 好 所以說 這個 data table的 這一個 呃 這個 大概 基本的 這一個就是 呃 他的 運用 你大概可以了解了吧 好 我們來看第二個 有趣的 example哦 好 這個example 這個example 你看哦 如果我點了這幾個點 他右邊的圖會不會呈現 是會呈現出來的哦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 所以其實我在我在做什麼呢 其實我在巧妙利用 這個 點下去之後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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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就會出現一個 主要說 這是 ex1 好了 就出現一個 ex1 那個底線 roles 底線 selected 對不對 然後 那我有了這個資訊 我就畫圖 我就可以 對他做一些強化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來看怎麼做出來的 首先 在 UI端 這個 fruit page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白頁 非常乾淨的白頁 大家也可以使用 好 然後 full row 兩個 就是均分 一個是 data table output x1 一個是x2 x2是圖 x1是data table 所以這個 主頁非常的乾淨 就是三個元件而已 一個一多文字 一個table 一個圖 是這樣 接著 你可以看他的server端哦 首先先把cars這個檔案讀進來 cars這個檔案讀進來之後 x1呢 就是一個標準的data table 那x2呢 x2就是 首先我先看x1 raw selected 這個選到的是他的raw 對不對 選到raw x跟y先把它plot出來以後 如果select不等於0 也就是有select的話 我就把x跟yselect的部分 用point這個函數 point是可以加點嘛對不對 直接pch19 所以我其實是蓋上去的 然後 然後 那個sext就是那個大小比較大一點 然後用rad 所以 這樣的一個 應用程序 是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data table的一個範例 好 請你 再一次練習上週練習題的答案 也就是說 請你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練習的答案沒有關係 你要做什麼事呢 那練習的 練習的答案 我們現在先直接複製貼上了 好這個這個非常花花綠綠啊 這個你們之後再去改就好了 我甚至還可以改這個顏色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希望 就是 現在這個圖啊對不對 我現在第一個產生一個data table 我需要一個新的data table 第二個是 我點到那個data table的東西以後 這個這裡可以highlight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我用data table 請你利用data table 然後可以讓使用者 highlight 那一個 他選的那個 那個就是那個 個案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一下 我們現在想要把左邊這個東西 把它加到我們的這個裡面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再 審核一下我們的 我們現在這邊有一個這個結果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 就是圖對不對 那現在他們是怎麼分割的呢 看我們的UI 他現在怎麼分割 66對不對 好那為了要再清除一些空間 我們把它改成444好了 然後這邊 我還需要一個 我還需要一個這個 呃就是 column嘛對不對 好 4 然後這個結束 然後這裡我需要一個什麼東西 我需要一個data table對不對 好data table 我是不是可以從前面這邊來貼 那我是不是可以來一個 這個這樣的一個data table 好x1 他就叫x1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 當你寫到這裡的時候 這邊還有個 缺個逗點 當你寫到這裡的時候 你應該先按ROM 好 現在這邊沒有東西 因為我還沒有說x1是什麼東西 這樣正常的哦 這樣可以可以接受 這樣現在是正常的 好那我們來 那我們要怎麼把x1加進去 我們在server端這裡 注意一件事情哦 如果你打下 你在這裡點下L加0 你可以看到一個這樣的結構 這樣的結構比較清楚 這什麼意思 所有的shining server裡面的東西 都必須在這個裡面 他必然是output等於什麼東西 output的裡面的什麼東西等於什麼 一定是這個樣子哦 你不能寫在外面哦 寫在外面是沒有意義的哦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所以我們現在來把 前面x1 跟x1有關的是這一串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 好那你說data在哪裡咧 data是當初是在這裡的對不對 好那我們先把它 那我們所以我們這裡不能不貼哦 我們這裡還是得貼 貼在上面 好我們再按 這是車子的 當然好歹出來了嘛 這樣可以接受哦 好所以 我現在要把車子的data 改成我的data 我是不是可以學一下前面怎麼叫的哦 data等於 這樣子 然後if not 來我們 我們就這樣 我們就把這串貼過來好了 好 這樣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已經可以了 我們再看一次哦 好你看 這樣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我把我的data已經秀出來了 好當然 我選了這兩個variable 如果你想要把 你現在是全部秀嘛對不對 這個放不太下 如果你只想秀這兩個variable的話 你可以把data裡面 你去鎖引 input y input x 現在是不是都 現在我是不是選什麼他就秀什麼給我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哦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哦就是 你看我都是一步一步改過去的 這樣聽懂啊 你應該 你應該也要按照我的 方法一步一步改過去 如果出錯你要盲停止 好接下來 highlight的個案我這邊要呈現嘛對不對 那highlight的個案 是什麼是不是 input裡面的x1底線raw selected 回到這裡來 是不是這一串selection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把它放到plot這裡來 我們是不是在畫圖之前也可以這樣子 selection等於 as a miracle這個input x1的e selector下去對不對 好來 來 if lens selection 大於0 point exit selection y selection 好pch pch 這邊本來是19這樣可能比較難看 然後我們本來 我們改成本來本來改1好了 然後這邊改pch等於19 然後color等於一樣 然後cex等於2 好這樣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改成這樣 好大家來看一下喔 它原來是空心點 這樣可以吧 然後隨便點下一個點之後 欸 它是不是變實心了 我點掉看到了嗎 好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 我這樣子 一步一步就把它改完了 這樣可以接受 啊你不見得就是 這個過程啊 就是 重點 我給大家這些練習的範例啊 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廣泛的練習 不見得 就是不見得說一定就是要改成某個樣子才可以 這樣 因為你改成什麼樣 你喜歡了 這樣就是一個很好的網頁 好 那我們再來 做一個事情就是 我們希望在網頁應用程式中加入高耗時程序 就要說找直數其實是一件要找很久的事嘛對不對 正常的使用者你給他一個網頁按下RUN以後 你是不是都希望馬上出來 等一秒都覺得是不是網上壞了 所以說 如果你這個程序是要很久的 你應該要給他一個控制吧 呃等待的運算中 大家聽懂我意思嗎 運算中 然後最好有個進度條 對吧 那進度條一結束 馬上就 哎 馬上就 可以這個就出來了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做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找直數的這個 這是我們找 這是我們找直數的這個語法嘛對不對 這個需要一些時間 那 那我們可以找10萬 他是不是就要很久 這是我們找 離 我們現在找的最後 TAIL是一直要找 離 最後一個數最接近的直數 哦真的是很久耶 好出來了99661 好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要怎麼 我們要怎麼把 這樣的程序寫進去了 我們來看一下 來大家可以看哦 我們先直接複製貼上 一樣直接複製貼上 UI貼 Server貼 我們先看一下效果 好這邊是不是要START 按下START之後 你看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impro process 還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這樣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使用者就很容易可以了解說 到底 到底還要等多久 這個有時候這個 速度不一致是有時候因為這個就是他 就是他運算速度本來就有時候就是會有些變化 這樣的 OK好那我想跟大家講是說 那我們是怎麼加的 我們先看UI UI非常簡單 這是一個標準標準版 對不對 這邊有個Numeric Input 這邊有個Action Button 這邊有個這個Output 所以這個這個UI我們已經很熟悉了 這個很簡單的UI 我們看Server Server這邊有個Event Reactive 還記不記得Reactive是什麼東西 Reactive就是那個上次我們拿來包Data那個東西 來包Data這個東西 辯息二答案這裡 Reactive 就是Input File 一有東西我們就馬上把它做 然後變成一個Data這個結果 那這個Data可以拿去下面重複利用 所以Event Reactive 他跟Reactive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 差別只在他前面加了Input Submit 所以這一個 你還記不記得當初我們Action Button 他原初始至0 按一下之後是1234 一直加上去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 這個東西啊 那個時候我們是不是有試過 就是你先上 你先是按兩下 然後上傳檔案 這樣子 If action大於0的話 就會執行 這樣子 就不符合那個邏輯 如果要讓他符合那個真正的使用邏輯 你就需要用到 Event Reactive這個函數 然後把Input Submit放在這裡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如果Input Submit之後 我要做什麼事咧 If Is Noon 這個Input Max Exit 那我就什麼事都不要做 Els 注意哦 下面這一串 就是找直數的語法對不對 好重點是 你需要用一個 With Progress With Progress Messenger是什麼 Improxing 然後Value等於0 從Value0開始 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是我們要貼的語法 中間再給他加上一個 迴圈執行到哪裡 你就給他加上InProgress 然後他要 提升多少呢 1分之1 就是那個進度吧 要往前1分之1 往前1分之1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這個是不是其實蠻容易使用的 就是 其實就是 Event Reactive With Progress 跟InProgress 這幾個的組合而已 好接著 Output Sequence 你就是把Result叫出來 然後Return 這樣 是這麼簡單而已 好 所以 來給練習 練習3好不好 一樣 從練習2 這個練習2 練習2的那個運算速度是很快 練習2的答案直接複製貼上 直接複製貼上 這一題 5分鐘就好了好不好 這一題5分鐘 要求非常簡單 這個居然還要上傳好麻煩喔 好那個 我好像還沒下載那個檔案了 好算了 就是 現在就是 他的這個結果對不對 現在一樣就是你上傳檔案之後 你要按下Action 然後他才會出來 他才會他才會開始動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你應該是要加一個 為練習2增加起始鍵 就這樣 有沒有Progression Bar 那個沒有關係 因為你的運算速度大概蠻短的 你大概瞬間就會算完了 所以 你有沒有加Progress Bar也沒有關係 可是你要加上起始鍵 請他按照你的格式 你的 那個方式進行 所以你應該要把Reactive改 Event Reactive對不對 這應該5分鐘就可以改完了 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試試看 好那 這個是原版的這個 這是原版的這個 東西嘛對不對 那出來了以後 這個 這些功能都已經寫好了 那我現在希望的是 這個部分 我希望給他一些 我希望按下去之後 這個上面這個才會出現 下面這邊 我先不要管 但是我如果 我其實可以設計不同的按鍵去 阻擋這些事件的發生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一樣UI端 我們需要分析嘛對不對 分析 分析的話 我們就需要增加一個Action Button 那這個Action Button 我們可以在前面的這裡 來抄這個就好了 我們直接抄他 Start to Analyze 好這樣 這樣是不是就已經加上去了 好我們來按RUN 這邊是不是出來了 好只是說現在按他沒有意義的吧 因為沒有連動 好那你要怎麼做呢 來 你的Server都在這裡 來注意哦 你本來的 主要說你本來的Summary 它是進來之後分析出來的結果在Return對不對 那 你說這個東西你要怎麼用EventReactive去把它包起來 你只能分開包 你可以說這個 這個 Result 等於Event Reactive 好來這裡是不是就可以放Input裡面的 Submit 然後你把下面這一堆全部都丟到上面來執行 然後 你的Summary變成是去接Result 然後如果 Is.Noon Result 你就什麼都不做 Els 就直接把 Result Return出來 好所以透過這種方式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裡面的這個語法拆解出來 讓他被 EventReactive去包住 整個流程變成 Data進來了以後先進EventReactive EventReactive如果還沒有執行的話 就他就不會去 他就不會去RUN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哦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RUN 好你看下面已經先出來了哦 可是上面那個東西還沒出來對不對 現在該有的功能都還有哦 哎他是不是出來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說 哎你 就是這個只是想要一個小小的demo 我希望大家可以 學習把裡面的東西拆出來變成一個Event 變成一個新的模塊 那這樣子大家就可以設計自己的流程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基本上要上到這裡啊 今天就是內容其實有點多 重點是UI 然後還有一些output的東西 那我們還我們之後還在示範一些 其他範例這樣子啦 那 這是我們今天 呃我們已經目前學會的功能 你可以思考一下這些東西你是不是都會用 設計server的反應流程 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關鍵 就是你可以去設計好多個節點 讓他按下來 按了才能做下來 不按了才能做下來 不如一時雷推下去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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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